大家好 我是Ad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刚刚在超市买回来这颗迷你的蝴蝶兰 看上去 它是非常 特别的 它的花瓣 花边那边有点那个黄色的圈 那它是属于这个橙色加桃红色的 颜色 那它是 一只花崗的 它的叶片非常之圆润 和厚 尤其是它的 这个 植株呢就是很翠绿的 看起来它是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珠子 那这个叶片呢很 圆很厚很宽的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有那个香味的特征 所以就买它回来了 那你看它的 后面 背后呢 是有点金黄色的 非常之可爱啊 那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买回来呢 最主要呢是找一个 温暖的位置给它 它的光罩呢 它的光罩呢是 闪射光就可以了 一定要温暖的地方 还有呢不要放在 暖气 口那边 还有那个风口那个位置 另外呢就是 养护呢就是最主要要有一点湿润的 那我是觉得买回来呢最好是不要一直的移动它 那放一个位置就 固定它 那另外呢就是 当它卸好花呢 我们就剪掉它的花杆 如果你要注使它下一轮的开花呢 最好 放在这个冷凉的位置 四个星期左右 它就可以注使一个花杆了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看 我们会认为